大家好,欢迎回到茶茶立光评 这一次这个系列是我取名为 全力不用专业术语的终生可可系列 这个主要是习惯我的背景 那也就是生可可可 但是我希望在这一系列影片中 我会尽量不使用专业术语 因为我始终认为专业术语是 本科生才需要去理解的 因为在很多definition上 如果没有专业术语 有一些细节的东西没有办法做区分 但是对于广大众来讲 因为我也修过一些科普相关的课程 科普对于普通人来说 是没有必要知道这么细的 而且通常也会让人觉得非常无聊 所以这个系列的终枝就是 衔接真正的实际的本科内容 跟普通人之间 我觉得能够做到不实用专业术语 就不实用专业术语 那如果你对这一系列东西 真的很有兴趣的话 我建议你们去看更进阶的一些频道 比方说泛科学 那回到今天的主题 我今天想要来谈 就是最近比较有争议的话题 究竟有爱染色T是否就等于是男生 这方面我在乍看之下也是不太清楚 所以后来就做了一点研究 但我知道在一些生物细节上 本来就不一定 比方来说 首先可能要定义一下染色T或基因 你可以把它想成它就是人体的蓝图 就是有点像是如果以食物做比喻 就是你要做一道菜 都会有菜单 会有食谱 用食谱来讲最恰当 不用上帝 用造物组这个话 人这个物种在被创造的时候 首先有分男女 那你就可以把它想成做一个女生的食谱 跟做一个男生的食谱 如果你没有做任何其他添加物的话呢 食谱本身会做出女生 你需要有一个叫做我们取名为Y的反射 其实就是加入一个 就想成一个细节 加入一个Y的这个细节 他看到这个Y上面的东西 他就会说好 你来做成男生 那如果这个东西被拿掉了 那就会造原本的食谱就变成女生 所以以这个角度下去想的话呢 你可能可以觉得 那你有这个Y 那你是不是就一定是男生呢 这个细节有更多的想法 就像一道菜 你就算有食谱 你照着它做 中间会出现很多环节 比方说原料不够 或者是你就不小心打翻了东西 那最后怎样呢 就是有各种有可能 比如说什么食材会酸掉了 那这都会对你最后做成这个成品的影响 那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 就算你有Y基因 人体的组成 或是你要做成一个人 还是需要很多细节 比方说 这个很夯的干细胞 他们其实就是在一些细胞发出指定说 你这边要变成脑子 这边要变成脑子 这边要变成什么 巴拉巴拉巴拉 也就是说今天这个Y Y基因本身带的这个资讯 虽然说它可以生成男生 但是有可能你的身体 第一个就是你可能身体接收 会说 我就没有可以感受到说 因为还是要有一个接受方 他就要感受到说 你这个东西给我 指令给我 我也要能够接收 你知道我们每个公司都会有那种很不合群 那边他就不做 或者是他就很弱 那也没有办法 所以最后有可能就是 他虽然接到这个指令 但是在一些细节上 他接收不到这个制作男方 做制作男生需要的材料 最后他就做不出男生 所以你有可能有 就算你有这个Y基因 他这个指令传不下去 那最后就是他就只能照原本的 就做出一个要男不男要女 他很有可能还是照女生去做 但是因为 端看这个指令到底下得多彻底 或是没有被接受多彻底 他有可能变成 我接受到一点 我没有接受到一点 那这就回到一些比较道德伦理的问题 究竟这样子你要把他当成男生还是女生呢 他究竟是 是不是算是弱势呢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也不是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是就是 比如说脑性麻痹的患者 他们天生下来就是全身正常 一直到最后出生的时候 可能发生一些事情 比如说生个病啊 发烧啊 或者是出来的时候 头脑受到什么创伤 挤压 最后就 偏偏就是最后这样造成脑性麻痹 那我们一般人都会把他当成弱势 一定的 因为这个很明显 但是在性别上呢 这个因为受体不足 受体算是专业名词咯 因为这个Y基因给的蓝图 但是因为在一些中间的一些工程出错 造成最后做出一个 并不能说是女生或是男生的这些问题 那究竟要把他当成是男生还是女生 有时候你也会想说 就算是这样应该是少数啊 确实是少数 但为什么总是会在奥运之中出现 因为男生毕竟是对运动比较有兴趣的 所以你也很难说这些有XY基因的人是否 他其实在某方面来讲 他理论上是对男生的事物比较有兴趣 再加上 人自从出生就是在各种情况中去获得成就感 那如果你身体有一个比起女生还更好的素质 你一定还会倾向对运动产生更大的兴趣 因为这在从中会给你比较大的成就感 所以你有时候会看到那些看起来比较男生的女生 通常也都可以在运动上也比较厉害 那这是一个XY染色T的例子 那你可以问说那是不是女生方面 有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 确实 假设今天没有这个Y染色T 你只有XX 大家我想不一定大家都知道 但是在一个男生或女生的成长过程中 你对于女性的女性成长的材料 跟男性成长的材料 你都会有的 就是激素 这个激素呢 男生女生都会有 但是女生当然是分泌制造女生的材料比较多 就是成熟女性的材料比较多 男生是成长成雄性男性的这个激素会比较多 成长成男性的材料会比较多 那这就会造成一个问题 有些女生会相反 或者是有些男生也会相反 他们制造另外一个性别的材料会比较多 那这当然就会造成男性在成长过程中 变得比较像是女性 甚至会有女性发育啊什么的 那女性在这方面 穷性系组过多 就是制造男方的材料过多 也有可能会长出比较多肌肉 跟在运动上就会比较有优势 这个是好是坏 其实就变得更复杂了 所以我本身是同意J.K.罗林的一些观点 他认为你要能够有月经 才能够被称为女性 这是一个相对来说 我觉得已经逃生的观点 因为当你有月经就代表你是能够生育的人 也就是说他是把女性定义为能够生育的人 因为在刚刚提的所有案例中 因为有很多争议 同时在我们后面来讲 他也可以算是弱势 因为他并不是等于说是上天在制造这个材料 都制造这个人都没有做好 那这会创造很多争议 就是我们究竟要把本身人当成残障来看 但是绝大多数这些人不一定会有什么意义 也就是说在左派的理想上的左倾观念来说 出发点是好的 在这些所谓gender fluid 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为什么需要对于gender跟sex这一点有一些不同的 做一个不同的区别 因为很多时候是你上天在创造这个人的时候 他们就是因为经过各种因素 他们有可能变成 不见得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的一个难过的问题 但是如果是用月经这个以能够生育的角度来说的话 相对来说会比较公平 因为大部分的 因为这撇除掉很多任何可能出错造成 比方说xy这个y染色梯 y的蓝图出问题 然后造成或者是你的接收器不错 要不就是你有可能制造出不小心更多男生的材料 不然还有很多其他案例就是 有时候你身上的这个蓝图会被撕下来一小块 去跟原本这个y上面理论上是有男生的这个蓝图 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 因为我们在出生的过程中 就是爸爸妈妈中间 其实都是撕下来一小块蓝图然后柔情 这中间过程有时候在交换的过程 就会变成不小心撕下y这块 然后加到x加到女生的这个上面 最后就变成虽然他是女生 但他其实带有这个男生的这个部分 那这也有可能造成 他在蓝图上就有一种 一下有点男有点女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种各种情况 你任何你能够想到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那个发生几率都不是0 只是有更多情况 可能就是如果没有办法让他成功的长出来 比方说你有没有可能不小心从妈妈身上拿出 制造男生的材料 又从爸爸身上制造男生的材料 然后双重男生的材料 这有可能 但这个通常代表 因为default是 因为预设一定是女生嘛 你要制造女生 所以你如果两边都拿到男生材料 其实这个材料是不过的 这就很像 你要做一个汉堡 你从头到尾只有 只有一个黄瓜之类的 这个是做不出汉堡的 所以通常那个时候就撕掉了 做不出来 所以通常能够做出来的就是 有一些缺险的话呢 很大多数是以女生的角度 因为你一定要有女生 这个预设才有可能生得出来 然后在这上面去加很多乱七八糟的出错 所以能够成功变成一个正常女生的几率 是大过一个正常的男生 通常男生出什么状况 你就挂了 因为大部分的所有能够成功变成 人的这个材料都在这个女生的预设上面 好 也就是说 今天总结 我想说的是 就结论来说 XY 你会有XY的染色T 不见得代表你就可以变成男生 其实变成男生的过程 实际变成女生的过程 要来的困难 同时呢 也并不代表变成 以生物学角度来讲 也并不是变成男生 就会比女生来得更高等 因为很多时候 女生的 制造女生的材料 如果你有两个 就像是你有一个备案 所以就女生来说 生存几率是比较提高的 她可能左边 就是其中一个出问题 Back up 还可以备案 还可以再成功地把它开启 然后就两边 然后看起来没事 所以就 就某方来说 女生的生存几率是高一点 男生因为只有一个部分 就是制造一个 她有一半都 Default一定是女生 另外一个Default是 有一个男生的指令 她才会变成说 好变成男生 可是如果真的 女生的这一部分出什么状况 再见了 所以男生 其实就出生的时候 那个几率就高一点 这一次我讲的主要是以生物学角度 同时我也没有要站 男或女 就是就近哪一边比较高 就近哪一边 就近哪一边 角度会有不同的结论 我只是想要就这个 XY方面来分享一下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你以为就确定你是男生 那你就没有足够参加奥运 这一点是 就是希望听完这一期 你会有一个更好的概念是 这个不见得是真的 但是各方考量都是应该要去考的 我本身还是比较同意 JKO的他的观念 虽然说他这次带齐的争议 我也觉得并不是很好 因为他的利润 出发点就是任何之内 有XY也会出现 所以就这一点我想要争取 但是撇开这些我认为拿 是否用月经这一点来当成一个标准 我觉得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其实撇除掉很多 其他我刚刚谈的各种东西 至于其他的细节 之后可能也会再拍 就是有机会看什么题材可以拍 我现在可以想到就是 我特别喜欢用我自己的本科去思考一些 就是比较魔幻 喜欢题材的东西 比方说乱嘛二分之一 这个是有可能的吗 如果有可能的话呢 我当然不会是说 就是真的什么 噴个水就变性这样 而是说 如何用一些方式 看你能不能把它解释成 跟生理上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乱嘛 很有可能就是一个 这个是很有趣的话题 以后希望可以拍成一集 就是你要如何能够同时 拥有男性女性的这个 制造出这个人的样子的信征 然后藉由某一些借鏡 去中间做这个转换 因为毕竟做男生的女生的材料 这些都是你只要一加入 生物本科的角度去想 就会变得很有趣哦 那究竟会变成什么样 可能之后文案要写出来再拍 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疑问 或者是想要讨论的 希望大家也不要 就是不要变成比赛 所以我初衷是希望大家有多一点了解之后 能够对于这些人有更多的 更深入一层的思考 而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立场去谩骂 因为很多时候你多想一步 或者是你吸收到更多的知识的时候 你要真正能够了解 才能够比较了解一些左派的初衷吧 我知道现在最近左派也是左倾 就是有一点失控 所以希望能够大家退一步去思考 很多时候这些 这些 这些争议的初衷 也就是说今年2024奥运 其实有的争议是比这个更大的 但其实都绕不开这个定义 所谓的gender跟sex 这个这两个差别 就是生理上跟社会上定义的男女 我希望听完这一期 大家会对这一个争议有更深的题目 好 那就先到这里 谢谢